中文字幕——YK 师父许思伟说 虽然一直都是自家人传承厨艺 但到了他这一带 他并不介意把手艺传给外人 炒果条没有所谓的秘方 天草 我爸爸草 我爷爷草 有不同的口味 所以炒果条的基本上的材料 都是一样的 所以讲究是火候 火候 感觉 还有用心草 这三点最重要 思伟和永坚 是在国家环境局的 小贩培训计划下 成为师徒俩的 今年初推出的小贩培训计划 目的在于培训小贩 掌握经营小贩生意的 技能和能力 计划分成三个阶段 基础训练 学徒实习和试行开业 目前共有170人参与 三成的参与者 年龄在40岁以下 当中37人完成两个月的学徒实习 永坚是其中一人 今年这个病情的关系 我在那个CB的时候 在家闲着没工作两三个月 就上网去找一些关于 就是在本地做生意的资料 就刚好给我看到这个小贩培训计划 我从那边得到的资料 我觉得我可以从事小贩这个行业 我想学炒果条 因为其实我父亲在马来西亚 也是做小贩 他卖的东西也真正也是炒果条 我从小有接触过炒果条 然后炒果条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食物 我也很想保留它本身的味道 它的古早味 永坚虽然还有一份全职工作 但只要一休假 就会到档口精进手艺 回想起两个月的学徒阶段 他觉得现在自己离开档当小贩的梦想 更进了一步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 因为没有接触过小贩这个行业 就比如说你要怎样去跟顾客沟通 你要同一时间 可能你要记住五到八个客户的order 记得了这个又忘记那个 他到底要什么 差不多三到四个礼拜过后 才真正地炒自己的地盘给自己吃 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现在我觉得我是OK 思伟说一些老食客遇到新手小贩 难免会有些质疑 当初Ken炒的时候 有十个顾客 有九到八个顾客 还是不认同他的炒法 因为他们吃惯我的味道了 但是我跟顾客讲 不然的话你今天给他一个机会 你今天没有给他机会 他怎么去进步 你有feedback他才会有进步 他才会有成就 因为我觉得要给Ken多一点磨练 他才知道他的问题处在哪里 如果我没有给他机会 他只会帮我切鱼饼切菜 初来乍到当小贩的 还有这对在牛车水大厦开业的夫妻当 他们参与了环境局的另一项计划 培育摊位计划 我叫Chok 我已经当了九个月的小贩 我跟我太太原发了一个新的猪肉汤 49岁的刘祝奇原本是名餐饮顾问 在辞职后的空档期决定中途转业 和太太Kim当小贩 希望把不一样的猪肉汤带给食客 他们的招牌还包括了自制的猪肉丸 和客家美食鸡蛋灌肠 我太太她是越南的新加坡人 所以当时我是在家里吃 她煮的这些猪肉汤 我觉得猪肉汤在新加坡 有没有很多 以我了解 我当时在吃着就一直想 这个味道真的是 我很幸福了 天天有吃到这种 就是一般吃不到的这种猪肉汤 所以我就想 可能要跟更多人分享 起初祝奇和太太尝试投标小贩摊位 但都不成功 于是参与了环境局的培育摊位计划 培育摊位计划 让有兴趣加入小贩行列的新手 体验小贩生活 并且在经营摊位的首15个月中 提供25%到50%的租金津贴 计划至今共有85人参加 当中28人已经成为全职小贩 另外14人还在计划下经营摊位 祝奇说 这项计划减少了开档所需的资金 降低了当小贩的门槛 这个计划我们上的时候 它有叫我们写一些计划书 它有给我们一个试吃的机会 会帮助到我们 而且给我们一定的肯定 我们这个是很新的一个产品 到底适不适合再小贩 还有另外一个计划会告诉我们的 所以如果你被录选的话 你就不用去标店 你标一个档口 最少来来回回都要三个月吧 所以能够省一些时间 虽然薪水大不如前 但祝奇并不后悔 因为有人愿意品尝 它烹煮的食物是一种肯定 环境局发言人说 小贩培训计划和培育摊位计划等项目 其实吸引比较多年轻人加入 这些计划对提升小贩行业的形象 是有一定的作用 至今我们看到的是 通过各种不同的培训计划 入行的人 他们的年龄中位数是35岁 低于通过我们的摊位竞标活动 入行的小贩的45岁来得低 那么更比我们全国小贩年龄中位数的59岁 更加年轻 我们是希望这样的趋势可以继续下去 美食博客认为 要吸引人们加入小贩行业 就得让年轻一代从小了解小贩文化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 如果我们问他们什么要吃 他们不会说中央商店 因为给他们它很温 它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们比较去哪个派行 我希望与这个 UNESCO的证划 我们能够继续教育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会生起来 这种理解的 什么派行业 如果我们没有人 人们是购买 然后也会很难找到 人们可以成为刑士 因为他们没有生成吃的食物 留学海外的年轻女生 大学毕业后选择当小贩